Hello,大家好,我是阿宁 我现在在西安机场 今天晚上8点半的飞机到拉萨 然后11点半落地 在出发前我做了一些预防高板的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在吃高热量的东西 一杯大可乐 然后一个汉堡 然后还有这个炸薯条 然后我的口袋里面还装了葡萄汤 就是一下飞机 稍微有点不适就赶快喝葡萄汤 不能等到特别不适的时候再补葡萄汤 我到了拉萨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镜头很晃 是因为我真的出现了高反 然后就是高反 就是最初的反应就是身上冒冷汗 然后头有点晕 然后赶快开了一个葡萄糖口味 赶快喝一下 赶快走了赶快走了 我现在到酒店了 然后可以看到我比较看上去比较憔悴一点啊 然后就还是那种反胃 然后我还是再喝一个可佛叶葡萄汤 大家就记住到西藏高反 你就按着甜的吃 还有一个很有效的很便宜的方法就是喝可乐 不知道是百事可乐吗 还是可口可乐 你看一下那个含糖量 哪一个含糖分高 你就喝哪个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高反的呢 就是我在12年年底啊 我骑行来西藏的时候 我都没有高反 然后后来我飞机到拉萨也没有高反 我是从有一年在风季 就是二月还是三月 那个时候风特别大 我到拉萨的时候 那个飞机在天空中 就这样呼上呼下了好多次 然后从那以后 我基本上十次来拉萨 有八次就高反 特别是在冬天 冬天呢可以说没有植被 然后所以氧气也很稀薄 然后高反就更严重了 我记得有一年高反难受到 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懂了 就是高反呢 吃不下东西就不吃了 然后感冒也发作 后面去医院体检的时候 左心是扩大 医生对我说 你曾经有过心肌炎 但是无意中好了 我说天啊 我都根本都不知道 他说经常有一些高原回来的人 就是这样 就是有那种心脏扩大那种 我自从有了那个 有过心肌炎之后 我到了西藏以后 我就基本上我待在林芝 我就不再拉萨呆了 高海拔的地方 真的还是比较伤人的身体 特别是对于心脏的损害 所以大家到西藏的时候 就是你只要出现身体不适 或者干嘛的 一定要好好吃东西 吃高糖分 高热量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第一天不要洗澡 千万不要洗澡 然后还有要穿暖 千万不要让自己感冒 在高原的地方 感冒是很严重的事情 还有出发前多多喝 多吃多喝那种 含糖量高的东西 我也不说了 我也赶快休息了 我现在脸也不想洗了 赶快睡觉了 好了关注我 我是阿宁 勇闯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